把冬菇的丁撕掉 然后洗一下 浸泡几分钟 冬菇浸泡了大约10分钟 表面开始有点软 这些是鹰粟粉 用鹰粟粉洗一下冬菇 浸泡它里面 就可以洗了很多杂质 洗完之后再沖多一两次清水 将所有鹰粟粉过清 过清了鹰粟粉之后 就可以开始正式浸冬菇 我这种冬菇比较容易浸得腍 浸它三个小时左右 已经可以了 有些如果是厚肉的话 可能要浸过夜的 大家好 我是善贵 我今天做素肉醋饭吃 这个是面筋在豆腐当买的 将面筋切成粒粒就可以了 除了面筋之外 还有冬菇 冬菇就是今早浸的 红萝卜 糖芹全部都是切成粒粒 中小火爆一下姜粒 闻到姜的香味了 加上切碎糖芹 炒均匀 开大一点火 盛起大概一半的糖芹和姜 加红萝卜 加红萝卜粒 又是炒均匀 加红萝卜之后 大概炒了一分钟 搓在一边冬菇粒 加起来 全部材料炒均匀 加一点油 面筋 稍微煎面筋一会儿 炒均匀 大概半茶匙糖 4分1茶匙盐 炒多一会儿 又要加一点油 这些是五香粉 这些是咖喱粉 关火 先爆一爆 五香粉和咖喱粉很香 因为五香粉和咖喱粉 爆一下就香些 但是大火来爆 又很容易焦 所以关火来爆 就安全点了 然后闻到香味 可以炒均匀 现在可以开中小火 炒两三下 浸冬菇的水 可以再加一点水 一汤匙老抽 盖上盖大火煮三分钟 然后转中小火煮多五至七分钟 将刚才留起的糖芹 加回来 再加多大概半茶匙生抽 好 炒均匀 就可以这套仔了 有饭吃了 我先炒一部分糖芹 因为我想吃的时候 都可以吃到很多糖芹的清香味 一起再炒十多分钟 糖芹的香味就会减少了 加一点咖喱粉 可以提供到少少若隐若然的辣味 如果不喜欢吃辣 就可以不加咖喱粉 希望各位喜欢今晚的素肉醋饭 我继续吃饭 下次再见 拜拜